啊 送你送你 祝福永不断 惨迷无边路远 借那流远 流星温暖 拜托清风 风向冲伤 祝福清泉 你敢相信吗 周深居然也有被质疑的一天 说他没有代表作 只能说明你看的剧太少了 从2021年至2022年 一年半的时间 就演唱了将近30首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 OST小王子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此外 各种优质的推广曲也是一首接着一首的唱 晋升国家队成员那也是指日可待啊 周深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受邀演唱歌曲《旺》 小声版唱出大辉煌 献给国家的歌曲又加了一首 盘点五首周深献给国家的歌曲 明明不是大流行 却忍不住想要单曲循环呢 听完周深演唱的《旺》没想家了吗 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周深受邀演唱歌曲《旺》 他温暖又舒适的歌声 听着听着心里就逐渐泛起了思乡之情 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余光中先生的那首《香愁》 《香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活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夜荒香归族》 《愿回朝前夕之路》 《残余者无数》 《来到遥远白时准备庆祝》 《心有所处》 周深跟中国著名女高音家张也 一同演唱歌曲《灯火里的中国》 此刻套用黄子涛的名言 是不是周深在这唱歌才能这么好听 一般人面对张也降维打击式的演唱 估计早就成车祸现场了吧 《灯火里的中国心穿了光》 《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 《灯火灿烂的中国梦》 《灯火荡漾着心中的歌》 《灯火总在一日光亮》 《在地点光中也要坚强》 《灯火总该迎着光亮》 是影视剧《乔家儿女》的主题曲 歌曲不算新潮的流行歌 但就是正能量满满 感觉听完就被歌曲中的正能量给激到了 《灯火总该迎着光亮》 《灯火总该迎着光亮》 因为歌曲的爆红,这首《如愿》已经被很多的知名歌手翻唱过了, 但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一直在等待周深版本的翻唱到来, 他确实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不仅唱功在线,还一点都不油腻, 给人一种十分虔诚的感觉。 如果这首歌曲玩飞排第一的话,周深当亚军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吧。 而我交往你所谓的团圆,愿你错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你啊。 我也彰显你为真的世界,写你威胁的诗篇,随便那个心中的念,你拥在我身边。 《光亮》是周深为大型纪录片《紫静晨》演唱的主题曲。 在这首歌曲当中,不仅要感叹周深的唱功,还要感叹他的戏腔,很有味道,一看就是专门练过的。 这几首歌曲放出来,周深离国家队还会远吗? 除了以上献给国家的歌曲,周深演唱的OST神曲也同样不在少数,只是作为影视剧的片尾曲或者插曲,很难让人记住这是周深的演唱,偶尔听到也只是觉得耳熟而已。 风吹过,造成雾气,昨夜想到你,我总敢映着光亮,才跌跌双双双双也要坚强,月光如是环境而浮华的旧时,微月留意的相依。 听完以上的这些歌曲,你还敢说周深没有代表作吗?你有没有沉迷于他的歌声吗? 我叫梦里所梦的疼愿,愿你错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的爱,我别将欠你为真的世界,写你威胁的诗篇,前面那个心中的念,你拥在我身边。 It's how we fall in love and keep on chasing on the edge of destiny We grew up into different worlds, but now we share my dream Everything changes, we never change, tomorrow is promised Let's draw home for you and me Just for you and me Just for you and me Just for you and me I see us, I see us, I see us Music 告词